偽心論 事物的存在,跟我們心靈的存在,是沒有關係的 實在論 事物的存在,是獨立於我們的存在 最根本的爭論 事物的存在,跟我們的存在,是沒有關係的 現代科學 哲學上講,不能這樣說 我們所有對於世界的知識,離不開我們的心靈 所以,你沒有辦法在邏輯上解討 講到最後,還是解不開 是有所謂的 是有所謂的 洋民 不去談 事物的存有 本質問題 西方人不斷去論 從Tellis開始 宇宙的本質是水 另外是火 如何如何 他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因為問題問題 所以,問得非常地 鞭屁入尾 要不斷地問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因此 問到本質到最後,就是兩派的說法 一派是Idealism的講法 說事物的本質,總立不開我們的心的 另外一派是Realism的講法 說世界的本質,跟我們的 存在,跟我們心靈存在,都沒關係 他就是具體存在那裡的 這兩派講法 楊明其實不討論 他 有幾句話 人家會有這個懷疑 人家問他說 你山中之花 你不去看的時候 這個花一時狙擊 有這麼個味道 成天、成地 神鬼、神物 成天、成地、神鬼、神物 儒家從來不去討論宇宙本質 那不屬於儒家討論的範圍 那到底死後成了靈魂呢? 在那輪迴呢? 還是去見上帝了呢? 還是去見阿拉呢? 還是去見阿拉呢? 這是什麼問題? 你不要問我 我只討論我們怎麼做人處事,待人結物的問題 這樣明白,好 這樣明白 作人處事,意念發動 意念發動 意念發動這件事情 可以再多講一點嗎? 因為感覺還是不太好了解 知根 恰不恰大 良知 蘭明 良知 良能 憲 海題之同 莫乎有此知,有此能 呻 本性之好物 信中如果有惡,怎麽會有良知? 不要始於教條,不要始於文字。 你自己用心去體會。 我們為什麽會說某些東西是惡呢? 因為我見識太少,那他們是不是看到人性有些什麼東西,就是台提之時就有表現出那個惡呢? 因為我是看得太少的人,但是他們改這樣的講,一定有他的利論的根據啊? 所以我不知道啊,到底怎麼回事呢? 這個不是見識的問題 確實有些人,譬如說,他可能生下來就有某一些不良傾向。 這個存在有的 其實這個,我們可以追溯到他懷胎的過程,甚至有一些遺傳的因素。 有沒有葉報,我們不知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從懷胎跟遺傳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但我的重點不在於你,你有沒有見過這些事情? 生下來就有的問題。 當然有生下來的問題,不是沒有, 有的不良傾向,有的。 楊敬想情,好物就盡了是非。 心,是一個就是兩次。 道德,最基本的好物,除了我們需要的心理上的需求, 這個大家當然都知道,不如是世伯的。 這種事都差不多之外, 心理上來講, 我都常說, 沒有人說是我喜歡長期被淋虐的。 被孤立的,被鄙視的,被践踏的。 這違背人性嗎? 反之大家就比較喜歡了。 性善、性惡 哪一個人懷胎過成這麼完美? 哪一個人遺傳都沒問題 那他只要遺傳後有一些問題 他會產生某一些不平衡的壓力 人很唯妙的 身體任何一部分缺點 其他地方就不會反應 但是妙的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人的那個基本的好物 人都喜歡 有人能夠愛他 愛小孩子 能夠照顧他 其實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有人可愛 這就是孔子所講的人 這是最基本的 人性 所以他們說 坐牢的人給他最大的懲罰 就是隔離 那什麼人都看不到 他很快就會瘋狂 說不了 這是基本人性 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 完全隔離 非常可怕 很奇妙 最可能就是因為 從有人類以來 從來就是有很親密的家庭人際關係 我們從生涯 就這樣啊 爸爸媽媽帶大 或父母家人帶大 有親密人體關係 我們人生裡 幾乎 很少說 是 跟人沒有關係的那樣子的 過的 那 那 那 我自己跟雪納上過一年 那 當你那樣做的時候 其實你還有很多 你跟人群 那些關係的想法 我從此就放著到外太空 我再也不回來 我身上打坐一年 跟我說 掰掰 地球二人再見 任何的生命個體都需要自我保存力 自然的男子的人物 有兩三個外衣比較能搶 可是問題是 等他長大之後 再有幾個人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 我這樣一天到晚跟人家搶不好 這何以故呢 這個原因在於 人其實並不喜歡 他長期跟別人 處於一種戰爭的 爭奪的狀態 有的生物喜歡 只要一公子之正有其他同類在內 他不容許 他一定要把他驅逐趕走 他不喜歡 所以 你要把生命的保存 跟自私化等號 人很容易這麼化 但是 要分聽 有他的分別 要怎麼講 就會才會清楚 他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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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祖宗 小孩子大哭,過來搶奶。 可是,如果是一對一個長大的兄弟,在碰到飢荒之年,沒東西吃了,兩個人在那裡搶糧食,打個你死我活,你看了感覺怎麼樣?就不好。 你們已經是兄弟了,這麼多年了,彼此有關係、有情感了。 這跟你小孩子盲昧不知,你根本不知道其他東西,你就推開我就是要知。 這是不一樣的。 換言之,你的良知,本來就隨著你的生命的成長而不斷地成長,你的心裡頭有越來越多的其他的人。 小孩子那個東西,其實他也是不分地。 小孩子還是跟母體,跟兄弟他也不分,他只是很自然的成長。 你人長大了之後,你心裡有很多其他的人。 你有了兄弟,譬如同樣的,如果是荒年夫婦在那裡,為你口米蘭跟大大出手。 兄弟、姊妹、夫婦、父母子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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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本質,其實都是各自為己之,永遠要搶那口奶的。 你跟你仙人的感情是因為聖賢教,所以這麼好嗎? 我要這樣,就是這樣啊,那你就要讓我啊,那等到我會要讓他,就是因為我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那是因為聖賢教你嗎? 你會跟你兒女去搶那口飯? 你也不會 不是因為聖人教你說,到了光年只剩一口飯,我不能去搶。 你覺得那樣心裡難過? 你覺得我,是吧? 剩一口飯,我,大家都活不下去,我還跟我仙人,我還在搶。 我心裡難過。 講到底,人不是那樣子所謂的自私? 人很妙的 如果人的天性,真的就是那樣自私,到了關鍵時刻,其實還是就我的命之上的話, 不成無物 亦要成 如果人真的講到底之內,就是 後年剩下最果飯,其實父子夫婦兄弟也就是大打出手,各自為自己的話。 那不必了,儒家說全無燒光。 諸位請,另請高明。 我們不必,我們從此罷講。 聽懂意思吧? 人跟人長期相處,是有很多情感。 常描述 超過他自己的身理的需要,甚至於超過他的生命的。 超過他臨切 超過他的臨切 愛了這個男的,愛了這個女的,不管他如何如何,到最後還是這樣子,命都不要了,所有的困難都不要了,大家看得好感動,對不對,那如果說,愛了女的,發現不對勒,這個事情有損傷我的基本利益,拜拜! 所有的片子,你們喜歡看的,不是這種嗎? 浪漫的,什麼的,就人的情感的,是這樣走的嘛,這叫做人性嘛,是不是? 不是說,碰到春年飢荒,碰到關鍵時刻,就算算不對,好,關,抱歉,我還有算, 那怎麼不是說了嗎? 而且不是說,儒家這樣,古今中外的文學都這樣,古今中外藝術都是這樣,是不是? 林大義怎麼死啊? 不是因為他沒東西吃啊? 賈寶業為什麼要出家? 不是因為他沒有觀作,對不對? 一個情字嘛 都是如此 到了最後 就是一個情感 正常狀態底下的人性 是不好 是有些人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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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有些人的頭 這樣出現了 要是有些人的頭 這是有些人的頭 讓對自己的頭 正常狀態 正常的觀衣 知善知惡是兩知 自我保存 自私 有區別 人的自我保存 需要 是天然的 為了自我保存 而不顧 與有情感關係 違反 自我保存,傷害其他人。 事實上從家人情感的推廓,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楊明底下講,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比較向外去了解,去深入,去研究的這一種感覺。 那楊明先生是好像,當然是回到源頭去感受自己良心安不安。 但是覺得這兩段功夫好像確實有他的不一樣。 就是說假如我今天心裡是正的啦,就是說我沒有什麼害人念頭, 我是真的發好心想做好事啦, 可是我真正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真的很多時候都搞不清楚狀況。 那這個時候真的也是需要往外去了解、去溝通,去做一個比較向外的這個過程。 所以請問老師,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的這種差別? 你任何事情要看明白,你的心自己要先明白,你的心不明白,是你怎麼看得明白? 正在老甚至表現時,那么你意見 points下的東西,自己仍然如此。 那本書猛者裏面之內的點中國人物都搞不懂 BET ng。 政治 英國的上流階層 澳洲人到今天內心深處 最討厭的 就是英國人那種Snotish 就是那種驕傲高高在上 英國是一個階級性非常強的 你們可能對歐洲文化 涉獵不多 你們多去看看就會了解 那一種階級性是非常強烈的 一個人出生 澳洲人 高度決定了他自己 一輩子的那種品味、命運、教育 各方面的路 到今天都是如此 澳洲人過來幹線發達 內心深處 英國人最討厭的盤子 你們永遠自體以為高高在上 你們是上流的 我們當初是不行的 澳洲今天的國民所得 GDP六萬多美金 我們比英國人高 非常高 原物料 這些年代 賣得很好 而且其他有名所 所以 然後呢 兩個護士 印度級的人 一個護士自殺 你們能注意到 這個也是非常驚人 英國的護士 我就心裡講 如果護士是澳洲級的 他絕對不會自殺 他會高興 在捉弄這些上流人士 如果是英國人 哼 可惡我居然被捉弄 當然也會難過 因為他們愛他的女王 我怎麼會被騙呢 印度即是受不了 天啊 我玷污了我們的神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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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處的時候 要怎麼辦 要去倫敦 要去倫敦 任何事情發展到 真正高級的地位 高級的地位 要去倫敦 倫敦 就是世界的中心 歷史影響很巨大 台灣人喜歡用日本貨 高雄整個 弥漫的 喜歡日本的風味 很多熱粉 高雄開港日本人幫忙開的 各方面 歷史影響很巨大 台灣人絕對不會想說 倫敦就是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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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懂的意思嗎 任何事情發展到 高級的地位 就要去倫敦 到了那邊去 要證明他是高級的可惜 所以 啊 天之高 然後是女王 所以我在想 他能夠進入那個 皇家醫院工作 他就覺得非常尊榮 除了忽視來講 這麼一個尊榮的 一個工作 我竟然 損害到那個 最尊榮的 那個 皇家的 分別 兩天之內 就自殺 各位懂的意思嗎 什麼叫 治良知 治良知 就是超越這一切 超越你是所謂的上流階級 超越你是曾經所謂的 好像我們歷史上有罪犯的 不 他們 澳洲常常強調 不僅是重罪 還有很多 當時因為英國人口過盛 很多輕罪也來啊 如果 心裡很難過 懂的意思吧 澳洲人覺得我一輩子抬不起頭來 我 生生事事不得翻身 懂的意思吧 心裡難過 喜歡捉弄英國人 所以為什麼澳洲練臺打 好 印度人覺得哪 天啊 英國 超越這一切 要 同樣一個事情 我就是說 如果 三個不同國籍的 互視 絕對三種不同的處理 一個會兩天之內自殺 一個可能哈哈大笑 一個是 心裡有點難過 但是 可惡 你們澳洲人來 做哪 聽懂的意思嗎 什麼叫做把事情看明白 同樣一個事情 只有超越了你的立場的人 才能夠看得明白 超越你的出身的人 才能夠看得明白 所以要心如明鏡 談和容力 這要花一輩子的風 可是說 超越 口頭上可以講 真正想超越 可是自己還是會在自己的 那個 所以叫格物啊 每一件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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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者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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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累積久了 你才會真正明白 啊 原來我的出身 我的立場 我的階級 我的癖好 我的傾向 我的意識形態 我的觀念 我的時代 一層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難啊 像剝皮一樣 我這一輩子都在剝這個皮 一層一層剝 一層一層剝 像剝洋蔥一樣 一層一層剝剝 剝到最核心的地方 才是那個良知的源頭 很困難啊 非常非常千難萬難 那是不是自己本心 其實也不喜歡自己有這些立場 背景 那些的限制 你說你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我剛剛那故事講完之後 你覺得 你會喜歡受限於這樣這個東西嗎 你喜歡像澳洲人那樣 以 永遠以這個 帶了一個生生 我生生世世 不得翻身的那種難受 你覺得 你覺得那樣好不好 我好 你想像英國人那樣 還有你想像英國人那樣 Snowbish 都不好 很顯然 這就叫做天理 懂得意思吧 受限於自己的立場 自己的內人 叫做人欲 所以人欲 不光是指得所謂的 你是男女之欲 聽懂吧 你是男女之欲 有時候 有時候 不是往往 有的時候 在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範圍之內 是男女 並不算人欲 反而是天理 為什麼呢 人人都有啊 人人都要吃的 你不是說我都要吃飯 是人欲之說不通嘛 喝水的人欲 不是人欲 要結婚啊 希望有家事之好 男女之親 這個是天理 但是 因為人人都有的 屬於天理 就特別屬於你 那個 特別的背景 出身立場 然後 還限制了你 然後你又不自知的 這是人欲 對呀 不自知都不自 麻煩就在這個地方 你不自知啊 你放心 老天爺會幫你知道 你 為什麼老天爺會幫你知道 你會壯 你會壯 現在的澳洲人在家裡 反悔 聽到意思嗎 他會不會開始反悔 對澳洲人 對澳洲人也會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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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明明 後 流動性,反而比我們更可,還弱許多年,臺灣比他沒有這樣,居住區也常常分開的,這樣當時不好。 天禮就成為一個普遍性,就可以成為大家所共赴的一個最高的標準。 個人有個人的限制,我們沒有到達天禮的層次,所以謙卑一點。 天禮的概念 每個人自以為是,連謙卑都沒有了。 天禮的概念 非常重要 既是普遍的,又是很平易的,又是最高的。 普遍的,我剛已經講了,天是每個人都有的。 日文的平易呢?其實很平易,我這樣講起來不難懂嘛。 你只要清清楚楚講一遍,大家都能夠懂得很平易啊。 又是最高的,做到不容易。 看別人的限制都很清楚,超越自己的限制很難。 我才不會像澳洲人那樣,我也不會去超過英國社會,跟你沒關係嘛。 你沒有那個背景嘛。 你沒有那個背景嘛。 臺灣人就背負了很多臺灣人的這個悲哀啊。 這個悲哀是真實的,但是也必須要超越的。 所以遺忘是錯誤的,不可能遺忘。 我記得一千萬主,才對。 除了這麼久,我已經有十分證明,我認識一下。 寶貝師你不是站在黃色的閉舟嗎? 我沒有大 Unit。 你應該懂得到中間對當我個人的益個網。 你應該看兩千萬組只能夠操作一下。 我記得幾千萬組只能夠視聚, 你應該都知道對, 後面的率。 是好的對, 如果真的要等你, 你應該對, 人家首第一百萬組。 他得不認真交談不足而已。 我看著不得到的啊。 詞曲 李宗盛